旧环球网报道 朝中社16日刊发评论文章 痛批日本的增强武力活动 旨在实现重新侵略野心 朝中社评论文章称 日本政府前不久决定为2022年 防务费预算划拨史上最大额 5.4797万亿日元 其中的67亿日元用于把海上自卫队 护卫舰出银号和加和号 改造成舰载F35B 最新型隐形战斗机航母项目 日本计划在年内 首先完成出银号改造 进行F35B的舰上试飞 还顽固推行针对周边国家的 高超音速导弹开发项目 文章称此举是 十分危险的增强武力活动的一部分 一再完全脱掉专守防卫外衣 把自卫队武力转变为攻击型武力 从而一定要实现重新侵略野心 日本一上世纪给人类 带来不可估量的战争灾难 国际和国内法律上 被禁止拥有交战权参战和正规军 可是日本名理大谈专守防卫 按理避开国际社会视线 逐步培养了对外侵略所需的军事力量 当前日本作业队已具备了 世界水平的攻击能力 其作战范围超越列岛境内 扩大到太空武器装备和实战化能力 也提升到随时随地执行战争的水平 日本疯狂热衷于开发和拥有宪法 不允许的远程打击手段 高超音速导弹和航母 充分证明脱掉专守防卫外衣的 战犯国家的重新侵略野心 达到了极为露骨 极其危险的地步 朝中社称 如果日本执政势力 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和警告 以意孤行 只以走上实现重新侵略 对外扩张野心之路 那么日本的未来 必将掉入灭亡的深渊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8月31日 朝中社曾刊文痛批 日本想重演反人类犯罪劣迹的无耻妄动 文章痛批 现在日本无耻否定历史犯罪 鼓吹军国主义还嫌不够 企图打破表面上限制军费开支的 国内总产值的1%界限 而且更加热衷于为侵略战争 做准备的军力增强活动 例如组建第二太空作战队等新部队 开发和购买战争装备 日本切勿忘记 对于弄合威胁人类的犯罪一意孤行 只会遭到沉痛毁灭之命运 图片